好那主办单位给我大概是30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要来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做好研究的第一步 那我们第一步会是文献的探索 那我今天的定位呢 是给出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建议 那我可不可以确定一下 各位在线的一个听众们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写过一个完整的研究报告 所谓完整的研究报告就是有前沿 然后你自己的研究是什么 你的结论是什么 然后有一个结论 一个整个结构完整的那个研究案 如果你写过一篇 可不可以帮我打个一 那如果你零 你还没有在任何的课堂要求 或者是任何的学术的要求 写过任何的完整文章的话 可不可以帮我打零 但我现在还不太确定我看得到 不晓得能不能动一下你的手指 让我确定我可以看得到 然后也让我知道你是已经写过两篇完整文章 还是你没有写过任何的完整文章 所谓文章不是科普 是我们的科学的论文文章 我目前是没有办法看到数字啦 所以不晓得是 老师这边可能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这边有两位同学 我了解好我看到了 打了另外一个 对对对 对我现在看到庄 庄玄 庄孟玄 还有高士廷 谢谢谢谢 然后有江同学吗 江议廷 你打了个一 好 那谢谢谢谢 那我现在把它打开 我现在看得到问语答 那有没有遮到大家的画面 请问 主持人 画面会被遮到吗 好那太好了 那我就这样开着 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回答 好 谢谢谢谢 那其实今天的设计 最适合你没有写过任何的科学的报告 那我会以这样子的角度 来介绍今天的一些内容 那当然如果你写过一篇 你可能会知道这个结构大概是如此 那你也可以把你好奇的 或者是你觉得最困难的点提出来 我们可以在这边做讨论 好谢谢 好 所以在这场分享里面 大家预期会听到什么呢 那主办单位跟我的沟通是 我们由教师的角度 让心理学系 或者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同学们 了解我们要怎么透过线上学术的资料库 可以帮忙大家 比较有效的去完成你们的研究报告 那有的时候是你的主题的探索 你要写一篇review的文章 或者是你的论文 那我们分的时间 大概是刚刚报到的时间 应该已经完成了 那我有30分钟的分享 那后面呢会留一点时间 让大家提问 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中间过程中 你已经有疑问了 你就打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打断我 好 那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周卫伦 我在国立台湾大学心理学系 我是实验认知族的博士 那我现在呢 人在宜兰的佛光大学 我在这边任教 那等一下如果有稍微什么地震之类的 就请大家等一下等我10秒钟之类 最近那个地牛比较调皮一点 好 有心理学实验法 知觉心理学 然后我看不到 我写什么 等一下 还有心理学与意识 那我特别highlight心理学实验法 因为我常年教心理学实验法 是为什么我会被邀请来这边分享的原因 那心理学实验法呢 顾名思义他是在教 我们人文社会科学是怎么做研究的 那做完研究之后 科学界一定会需要 把你所做的东西发表出来 发表出来才能够在大家的讨论 然后大家科学上面一起进步 所以因为我教心理学实验法 所以今天我的内容就是 当你已经有完整的想法 或者是你有一个完整的实验 完整的研究了 你把它当做成一个好的成品 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有哪一些事情需要注意 好 那通常呢 我们遇到的大学生也好 研究生也好 他们很想做研究 那他们的第一步都会来问老师说 老师 到底要怎么开始 我的研究想法到底是从哪边来的 好 那其实教科书上面 还有老师们其实经验分享 所有的想法大概不外乎这四个方面 我们我们日常生活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小小的科学家 小小的观察家 你会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好奇 有一些观察 有一些想法 这就是你的研究想法的第一步 我们叫来自于日常生活的 譬如说我们两三年前大家戴着口罩 那戴着口罩这是一个不得不的一个保护的行为 然后我们就有同学很好奇啊 今天戴着口罩 我们有没有办法 仍然可以成功的辨识别人的表情 好 那去辨识情绪这件事情 戴着口罩 我们可能很直觉的觉得说 他就是一个比较不容易辨识的 可是不同的情绪有没有 有些情绪很容易造成口罩的影响 有些情绪不会受到口罩的影响呢 这个就是同学他日常生活 因为大家戴口罩 所以有的观察 或者是有的好奇 那他的想法是从这边来的 这是一个蛮可爱的研究 那即将也要投稿到那个 台湾心理学年会上面发表 好了 那第二点是 有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些 工作上面需要面临的挑战嘛 譬如说你想要让你的工作气氛 大家比较有效率 或者是你想要知道 你的一些你是老板 你是主管 一些奖赏的一些设计 怎么样的设计才能让你的员工 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这个就是你在实物上面 所面对的一些挑战 所以你也会因为你实物上的需求 而你的研究想法就从这边来了 你就可以去研究看看 如果我做了一些设计 或者是课堂上的教学分组的不同的设计 我的学生会不会有不同的表现 那这个就是实物上的需求 那第三点呢 其实也是很常见的来源 就是当你跟着老师 不管是你大学部 你去跟着研究的老师做实验啦 做研究啦 那老师就会assign你一系列的文章 那你在文章阅读的时候 你看着看着 你就会开始想说 有没有这个实验做不好的地方 或者是有没有你觉得 他没有问到的变相 这时候你就是从 past research 就是从以往的研究 开始有了你的研究的想法 好 那最后一则研究的想法 是比较top down的 譬如说有一些理论 这些理论本身已经非常有名了 譬如说social laughing 叫做社会怠惰理论 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一种概念 人呢多了 本来每个人都可以出一百分的力 可是今天是一个团体合作 你发现这三个人加起来 并不是三百分的力 这个叫social laughing social laughing 它已经是一个社会心理学里面 很有名的theory 很有名的理论 那你想要知道 有没有哪一些设计 可以降低这种social laughing的现象 social laughing的效果 OK 这就是第四种 你很可能的研究想法的来源 好 那无论是哪一种想法的来源 我们就要切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就是第二步了 好 尤其是下面你要看研究嘛 然后你要有一些相关的理论 好 那今天的主题就在 资料 犹如汪洋大海 那我的学生们也常常面临一件事情 就是他到底要从哪边开始去看这些文章 才不会白费力气 才不会花很多时间 但是很多文章 很多内容都不是他需要的 那我想这是大家共通的一个 一个开始的瓶颈 那我们叫他第二步了 就是一个文献的回顾嘛 那首先呢 在开始的一个阶段呢 你必须去从最基本的 譬如说图书馆来开始 那从图书馆来开始 或者我们说线上资料库 现在大家已经不一定去实体的图书馆了 大概都是在线上资料库 你必须去决定 像上一页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你有了点子 对不对 你有了想法 所以你已经define你的topic area了 然后呢 你会去找出 你现在所好奇的一些关键字 譬如说我刚刚分享的那个同学 看戴口罩的 然后情绪辨识的一个想法 那可想而知 他的关键字就会是面部遮罩 叫做fast mask 然后他的关键字会是emotion的一个detection 叫做情绪的一个辨识 那他可能还会想把性别放进来 然后他可能还会想把 任何一种他觉得有好奇的 譬如说年龄 因为小孩子跟年长者 或者是跟跨种族等等的 他就可以去定义他的keyword 他可以决定他的领域 那当我们在文献探索的时候 我们也会要定义一下 我们目前在文献探索的时候的目标 你是不是还对主题不太熟悉 所以这会是你第一个目标 你可能要广泛的去找这个主题 相关的东西来阅读 或者是第二点 其实你已经很聚焦在你的主题上 你已经知道你就是想要研究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你去找文献 你要做的其实是找到相关的方法 学类似的方式 让你去参考 让你去运用 好 那接下来如果要开始搜寻 在开始搜寻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所有的学生们 不要忘记手边最有用的东西 其实是教科书 今天如果你是做认知的一个方向 那个认知的教科书呢 他会帮你规划出 你现在所好奇的一个单元 是哪一个单元吗 你要去看那个单元 那那个单元里面可能只有一部分 是你真正好奇的那个topic 可是通常那个topic 他所写出来的比较有结构式的内容 他可以先帮你框架一个好的结构 所以从你的教科书开始阅读 是一个蛮好的习惯 他可以先去引导你 知道这个领域里面有哪一些范畴 是你可以去探索的 好那譬如说刚刚说了一个情绪辨识 那情绪辨识很可能就在 脸孔辨识的这个章节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你就会知道情绪辨识 在整个知觉领域里面 会在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一个角度 好然后我会很建议 通常大家是伸手 要开始做研究的时候 很慌张 就不晓得要去看哪些东西 那一下子看到一个原文的pepper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barrier 那个language barrier 那个语言的障碍又卡在那边 那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是 会请大家先去台湾硕博士论文知识 加值系统里面去用你的关键字 找近年来相关的硕士博士论文 因为硕士博士论文在好的老师 好的系所指导下 它通常就是类似教科书 有帮你把某一个 譬如说情绪辨识的这个领域 先稍微盘古开天地的 帮你写作写出来 所以如果你去找了一个好的 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 来当做你的底 来当做你去了解这个领域的 的内容 大概的内容的话 我们的观察是对学生 对初入做研究 某一个领域研究的新手来讲 是一个蛮好的开始 你知道硕博士论文 他们大概每一篇可能也要 引用相关的八十啊 一百篇的pepper 你就可以从这一些 人家已经知道是很相关 人家帮你找出来很相关的文章 里面开始去接触你的第一篇 原文的期刊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好 那当你熟悉了部分 这个领域的内容之后 接下来就是你要独立 开始搜索的时候了 独立搜寻文章一定是必要的 因为今天如果你是2024年 要提proposal 要提你自己的论文的架构 论文的一个proposal 叫做计划书 那今天呢 大家都会去看你所review的文章 有没有update到2023 2022 甚至2024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功力 可以自己去搜寻 好那第三步就是我们的电子资料库 电子资料库 当然你就会想聚焦在 你自己本身的学术领域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心理学系嘛 我们通常就会想要看 Psych Info Psych Articles 跟Psychology有关的一些资料库 那今天的主办单位是EBSCO EBSCO呢 它就是串联了这一些心理学系的重要资料库 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入口 可以共同去搜寻这些主要的对象 好 那如果跳脱 当你可以更活 更活的去看资料的时候 我们才会往下面去建议啊 你可能已经在某一个领域深耕一阵子了 所以你知道哪一些journal 哪一些国际期刊论文 特别适合你的这个领域做讨论 做分享 那你很可能就会针对你自己的 这个特定的一些期刊论文去做搜寻了 好那接下来下一步 同学们常常相反 同学们常常一开始就是用我现在列的 最下面倒数第二步叫做internet 因为每一个同学手机拿起来就开始查了 你就开始查 哎情绪辨识 那你会发现如果你是一个生手的话 你看到的垃圾绝对比你看到的黄金多 非常多 所以你用网络资源不是不可以 可是通常在网络资源上面捞出需要的东西 这件事情是需要你一阵子的专业的训练的 所以会不太建议你们倒着走 就是先用Google 而且你用Google我们会觉得就是非常浪费时间 你如果要用这种搜寻的方式 你当然至少要用Google Scholar 那我们等一下会比较一下 你用Google Scholar叫做Google学者 你如果用Google Scholar的话 我们等一下比较一下 跟专业的电子资料库 你所收集的东西会会有什么样子的不同 好那最后最后你们也会很会期待 要跟学者做分享直接的分享 直接的分享绝对也是你文献回顾的非常好的方式 你会在一些地区或是国际的一些年会上面 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等等 你的相关领域的学会做直接的探讨 直接的去跟一些学者做学习 然后看他们的研究 看他们的研究 你们就知道他的东西很相关 就会也放在你的文献探讨 文献回顾里面 好我刚刚有稍微提到了 Google有没有不好 Google没有不好 但是他给的东西是实在太大量了 那我就用哈佛大学2017年校长说的 引用的一句话来来呼应这件事情 那他认为呢 我们在做一个大学训练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让你学会批判 批判什么呢 批判呢 你收到大量的资讯的时候 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不好的 所以这件事情是难的事情 那既然它是难的事情 我们在这边就跳过这件事情 我们等一下要用比较好的系统 专业的系统 来给你你需要的资讯 这是这个原因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还要去前面来批 去判断 好那在这边 因为我上心理学实验法的关系 我想先带一下也许更general的事情 就是今天你收到的大量的资讯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评估网路上的资讯 这有很快的讲五个这个要点 今天网路上的东西是没有被规范的 所以你最辛苦的事情是你要确定它的validity 就是它到底有效吗 正确吗 那我们会跟学生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你们不只是要搜寻学术上的东西 你要搜寻各式各样的资讯 那首先我们会提醒学生去注意这个讯息的来源 发布的来源是否有authority叫做权威 你注意作者本身他的资格 譬如说今天如果是一个 也是一个作家好了 他是很棒的文学作家 但是很棒的文学作家 他如果要发表一个他对抗癌症的一个 他自己的心得 那这时候他的权威其实不是在癌症方面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权威性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作者他的资格 然后要注意他来自什么网域 然后我们要注意网页他发行单位的素质 这第一点是authority 第一个关卡 那第二个关卡是我们会判断 你现在收到的line的讯息 Facebook的讯息 他的accuracy 他的正确性 一个他有信心提供正确的资讯的单位或是来源 他应该都会提供可以联络的资讯 然后也会提供他为什么要呈现这些东西 然后通常也会承认他的资讯 有没有一些局限性 譬如说他有访问到A这个当事人 但是没有办法访问到B这个当事人 他不会隐瞒他的局限性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你的资讯 你现在得到的资讯 他是否客观吗 你要注意到他有没有偏颇 那包含呢 他是不是有一些 这个叫做广告的一些商业的目的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目的 好 那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们都跟学生说 你今天在文章上面写了一段东西 那这一段东西是你自己看到的吗 如果你看到这篇文章 你真的看到那个研究 这个叫做你的第一手资料 那我们常常看到别的资料 我们没有办法trass 没有办法追到事实 或是没有办法追到 他是第一手出处的话 这个我们都会给他一些 怀疑一些不确定性 好 那再来第四点是时效性 你可以看到你的line 或者是一些讯息传过来 他可能说什么 COVID-19又怎么样子的 到处的流行 但是你会发现他的时效性 他的时间点根本不是在今年 他可能是在三年 三年前 或者是一些奇怪的政治上面的事件 那在这种时间点出现 可是你必须注意 他其实不是一个更新的资讯 好 最后一点是流通性 基本上经得起考验的一些资讯 他应该不太会是一个封闭的 要你付钱才看得到啊 或者是要你怎么样的加入会员才看得到 所以他的流通性应该也是要被注意 那我为什么花了大概三分钟 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看到的资讯 你又要注意 又要注意正确性 客观性 时效性和流通性 今天如果大家在做研究的时候 每一个文章 你都得经过自己的判断 来确定这是一个好的资讯的话 那大家在写作文章 还有在做研究上面 当然就会非常的没有办法有效率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 我们就是要使用专业的一些 科学期刊的搜寻方法 那像是Apps Code我们的这样系统的 线上系统来做搜寻的话 我们就会避开既不权威 然后又不时效 然后又不正确 又不客观的一些资料 好 那再进入系统 因为系统其实做的已经很有善了 我们进入系统之前呢 我们不用还可以让我讲 我觉得对学生们 你刚要写作了更重要的一个scope 你的老师如果开始要带你写文章的时候 大概都会去介绍这个双漏斗的一个model 的一个形状 这个双漏斗呢 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你会发现学生们在写作的时候 他要不断的再拉回来这个双漏斗 他才能有办法耐心的写完 他完整的一个pepper 好 那我会给大家看三张照片 都一样是这个双漏斗 那我从比较浅的到比较复杂的双漏斗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漏斗呢 请大家在真正写自己的文章的时候 可以贴一张在自己电脑旁边 你会知道你现在正在哪里 好吗 好 因为写作是一个很孤独的事情 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一直分心 然后就有办法做完的事情 好 那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看一篇好的文章的时候 他一开始会给我们比较大 比较宽广的scope嘛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脸孔 这个情绪的辨识 首先你一定会去探讨 哇 连那个情绪的辨识 他有什么样子的功能 然后呢 有哪一些情绪 是跨文化 大家都有一样的辨识的能力的 等等 在讲这些的时候 其实跟他真正中间要做的那个实验 还没有非常近的一个距离 可是呢 你在这样子 你在做一个introduction 你在用一个比较宽广的角度 是让大众开始知道 你要讲什么样的主题 然后也跟大众的生活 有一点扣脸 然后你会开始限缩 譬如说 情绪有多少种啊 然后你会讲到 我们要聚焦在什么情绪啊 负向情绪跟正向情绪吗 然后你当然就要开始讲 别人已经做了哪些研究了 别人做了哪些研究 绝对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 好 那双漏斗的意思就是 你要from general to specific 这个上面是一个正的漏斗 然后中间这一块是什么 中间这一块我们通常叫他 你的论文的man body 主要的身体 那这个主要的身体就是要去 具体的介绍你今天研究怎么做的 或者你打算怎么做 如果你是proposal的话 这一块完全就是大家在上六个学分的 心理学实验法里面所教的 你用做什么实验设计 然后你用什么实验材料 你的受试者做什么 然后你有受试者内设计吗 受试者兼设计吗 我想如果是心理学系的同学的话 应该非常的熟悉 好 然后当你的实验交代了清清楚楚之后 你的结果也清楚之后 你要开始再度的展开 你会先小小的讲你自己的研究 然后你的资料 你的发现跟别人 像刚刚你已经提过的那些文章 有符合的吗 有不符合的吗 那不符合呢 你做了一些讨论 讨论说为什么不符合 然后你会再往外推 你会再往外推说 我们做出了这样子的研究 有没有可能应用在 口罩的设计啊 因为我们可以做成透明的嘛 是不是 尤其对哪一种情绪特别的关键 那或者是呢 有没有可能 对于情绪辨识的理论 做了一些回馈 跟做了一些验证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又是一个道的漏斗 在散发出去 那同学们在写作的时候 其实中间这一块body 是最简单的 所以很多老师 包含我 在同学们非常焦躁 不知道怎么写文章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大家从中间开始写 因为中间这个东西 是你最熟悉的 你也能够讲得最清楚的 好那上下的部分 我们就要探索文献 把它补齐 那通常上面 你有提到的这些研究 一定都是跟你的主题有关嘛 那你最下面的这一块 就会一一的呼应 你上面所提到的一些文章 常常同学们写写写写 写到后面的时候 会有点虎头蛇尾 因为累了 就不晓得说 老师我前面都写过了 我不晓得后面 为什么要重复它 你要知道后面的 disclusion的地方 它不是在重复 你前面的introduction 它是用你的data 然后来呼应你的data 怎么看前面提到的 那些研究理论 或者相符与不相符 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写作真的很辛苦 我们知道 老师们都知道 那你这一个双漏斗 最好摆在旁边 鼓励自己 你现在正在哪一个位置 好 这个是最简单的双漏斗 那通常你会找到更复杂的版本 像这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呢 它就是帮你写得更清楚一点 它中间有 highlight一些关键 譬如说你在一个上面 这一个漏斗 你在收尾的时候 你当然要告诉人家 你跟别人要做什么不同的事情 所以你会说 大家的研究已经做到了哪些结论了 而我好奇的事情 跟大家有一点不一样 通常都有一点不一样就足够了 你们这是一个empirical study 单一研究而已 所以你会把这个knowledge gap 就是别人还没有回答的东西 把它highlight出来在这里 好 所以这是一个进阶一点版本的 双漏斗 那最终极版呢 你会看到这一个版本 如果我要我学生印的话 我会请他印这个版本 因为大家在写introduction的时候 也会忘记有哪些重要的段落 你需要去铺陈 然后你写到discussion 下面这个漏斗的时候 你要展开 好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小小块的是摘要 然后最下面也有一小小块的是你的结论 致谢不用管它啦 还有你的reference 这里是小小块的 它这个宽跟窄 其实就是呼应了你应该要有的分量 我们等一下也会特别介绍一下摘要 摘要它绝对在你搜寻 还有在你最后呈现你的paper的时候 是画龙点睛最重要的地方 好那进入系统之前 我要还要稍微啰嗦一下 我左边列了三种 各位在查询pepper的时候 然后会遇到的三种种类的pepper 第一种pepper呢 它有一点像我刚刚提到的硕博士论文 因为硕博士论文它通常都太长了 那个篇幅都很长 好像学生很怕自己没有写那么多 怕他的口味觉得他没有用功一样 他会像一个review一样 就是他想讲的是情绪辨识 可是有时候他可能会从脸孔辨识开始讲等等 不过我觉得那个不一定是优点啦 好那我们在看pepper的时候 有一种文章是review article 那review article对各位同学来讲 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因为他帮你整理了也许50年 也许100年关于情绪辨识的文章 那如果他刚刚好是2022 2024 这么新的pepper 你等于已经跨越很大的鸿沟了 如果他是一个好的review的话 你就踩在一个非常高的巨人的肩膀上 所以你找到的review article 就非常适合在什么时候参考 在你写introduction的时候参考嘛 因为他里面有可能80篇 那80篇里面你就可以借由这个review paper 找到你自己最相关的一些文章来看 那通常那些是什么文章呢 就是下面第二种 下面第二种就是empirical research 我刚刚说大家现在在做的研究也是这种 你可能是回答一个小问题而已 你用一种方法回答一个小问题而已 这样也是非常有贡献的 你是empirical researchempirical research 你从review paper找到很好 你等一下像我们在系统上面搜寻 你自己找到也很好 好那第三种pepper呢 他非常适合在我们已经聚焦在某一种研究的 小小的范围了 譬如说我要用情绪辨识 然后我要是用那个快速的辨别 可能是算RT或者是算正确率 那这时候呢 我已经不要看其他的一些脸孔的recognition的问题了 我如果可以找到一个meta research 什么叫做后摄或者叫原 原研究或者是后摄研究 这个meta research是research on research 他不是他要跟第一种文章做很大的区别 第一种文章呢 他就很像在帮你写教科书 帮你整理某一个议题 但是他本身没有在做研究 他可能只是做分析 做说现在比较支持哪一个理论 比较不支持哪一个理论 那第二个empirical research是你真的去做一个实验嘛 那第三个呢 是拿所有最相关的第二类empirical research 来重新做一个research 所以第三类呢 他有没有做研究 有 他有没有做统计 有 但是他统计的东西并不是他自己收案来的 他统计的东西是去 也许是要50篇或者是80篇 经过特别的一些筛选之后 所留下来的符合的 然后好的研究的data 譬如说我的研究 就会被要求 也许我研究已经过三五年咯 可是就科学伦理上面 我们data都要留着 那当有一天某一个研究者 他想要做meta research的时候 他就会跟我要这一个road data 就是我的原始的资料 他拿我的原始的资料 去放在他更大的架构里面 去跑出一个更有效的 更说服人的研究的一个证据 的一个说法 好 所以meta research呢 也非常值得大家的参考 好 但是你一旦搜寻了文章 你大概第一点就会先去判断 他是review呢 他是单一的empirical research呢 还是他是囊括了特定领域 特定方法 特定主题的一个meta research 好 那这边当然都会放在我们的 这个第一个漏斗上面 好 OK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系统 系统本身要好 就是你几乎不太需要去学习 那我在使用的时候也的确是如此 好 那我也可以按出去给大家看 但是我已经帮大家截图了 我先按一次给大家看 今天呢 图书馆会有不同的 购买的不同的系统 那系统呢 会帮我们去嫁接了资料库 今天如果你是物理化学 你就有物理化学的资料库 今天如果你是人文科学 心理学 你就会有心理学的资料库 好 那如果同学们一来到这种 像是Google search 这个有个放大镜的画面的时候 你就开始在这边写了 你就开始在这边打说 我要看情绪辨识 不要这样 一个好的系统 他一定有好的设计 让大家可以避开 还要花你的头脑去筛选 好 那我回到我的PPT 因为我已经帮大家做好截图了 好 那首先我不希望我的学生 一开始就开始随便的在这个 这个放大镜里面搜寻 因为你会迷路 所以首先我会建议大家 你要限缩你的搜寻范围 就是less is more 你限缩你的范围 你省下来的是什么呢 你的more是你的时间 所以我们会先看一下 你的资料库 他到底要帮你搜寻哪些范围 那我们点进去就可以看到 你如果很贪心的话 你什么都要 譬如说你工程的也要 你的那个教育类的也要 这是一个全选的状态 那全选的状态呢 如果你的领域是各种领域看的都很有兴趣的一种主题的话 你可能可以这么做 但是通常我们聚焦在你跟老师的研究兴趣 所以我们会限缩搜寻范围 那限缩在哪里呢 譬如我只想看心理学类的 所以我只勾了APA的psych-info APA的psych-articles psych-articles是有全文的啦 psych-info呢是他给你摘要 但是不一定有全文 可是他的那个量是比较大的 还有我也想看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 science 就是稍微大的 就是行为科学的 我就勾这三个就好了 不要贪心 好 那我设定了一下 就是我只搜寻三个这个资料库 好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也不要就这样子按下去 我们还要看一下能够做的进阶检索 这个进阶检索非常的重要 它是跟Google Scholar最大的区别的地方 好 我们进去进阶检索检索看一下的时候 进阶检索 你检索你就会看到比较多的栏位 那这些栏位呢 让你做的就是布林逻辑 很多老师们都会把布林逻辑讲得很清楚 那布林逻辑 如果我们用图示的话 看起来的就是 你今天到底要搜寻的 假设两个概念好了 心理学的课程里面都会提醒大家 焦虑跟忧郁听起来很像 你看别人他焦虑跟他忧郁表现出来的状况 因为你不是专家 你也可能你也可能觉得很像 可是焦虑跟忧郁 他在临床心理上是两个不同的病征 以及不同的研究领域 好那那这时候 但是他的确有很高的共病关系 也就是说 焦虑的人他同时有忧郁 这种人的确比例是不少的 可是今天你的研究的内容 研究的目标 你一定有设定 对不对 今天有可能我要问的只有共病者 今天我有一个 理论 我有一个理论 我只想找到既焦虑又忧郁的这一群人 这时候呢 这里所做的这一种 不灵逻辑的设计就非常重要 譬如说我只要看共病者 那共病者呢 是左上这一个 我是不是可以注记啊 共病者呢 是左上这一个圈圈码 就是有焦虑有忧郁中间这个部分 我既有焦虑我又有忧郁 好那我就可以在这边用end 那就是A and B 才在我的搜寻范围里面 可是呢 我也可以 我的研究的一个对象 也可以 我只要其中一者就好了 然后可以含共病 我需要所有的这些participant 我需要所有的这些范围 那我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有A有B 那中间我要不要挖掉 不用哦 他既是共病也OK的 好那 比较常见的 临床心理学的研究 比较常见的 其实是左下方这一个 就是我们其实只是想要问焦虑 譬如说我们要有一些 therapy 有一些团体治疗的方案 我们只想知道 他对焦虑是不是有用 那今天如果我涵盖了 又焦虑又忧郁的 那对我的研究来讲是混淆变相 是不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就要这样子 我就不要 我要排除掉这些有忧郁的人 好 以此类推 通常右下角这种状况比较少啦 我单纯只想看单独的焦虑 单独的忧郁 然后共病的人我不要 好啦 那 怎么下米茶 我看一下怎么把它削掉 好 嗯 我需要把它削掉欸 等我一下 还是我跳出它就会削掉 不好意思 我跟润没有非常的熟 难道我要慢慢擦吗 好 等我一下 好 OK 好 然后这里还有一件比较重要橡皮擦 我说 好 好 那不灵逻辑就是让我们去限缩一下 我们所要搜寻的范围 好 那除了不灵逻辑跟关键字之外呢 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的关键字在下的时候 譬如说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学生 他要问的是注意力和意识的一个问题 那他在这边打注意力 那你可以看到呢 当我们打consciousness意识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其实 我们不是英文的母语使用者嘛 我们不太确定consciousness跟awareness 他其实常常是在指涉同样的事情的话 我们就会只打了consciousness 那大家可以去仔细看当你打一个字的时候 系统呢就会帮你带出其他常用的关键字 那其他常用的关键字就可以引导你 不要去遗漏掉他有相同的字意的一些词 你如果只打consciousness 你没有打awareness 你可能就会漏掉一些关键的pepper 关键的期刊 所以一定要善用系统建议的关键字 好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下了关键字之后 如果你是去搜寻所有栏位的话 你在整篇文章上万字里面 只要出现他就给你 这不是你要的 你这整个所有栏位 你这个作者他会讲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所以通常通常我会建议我的学生 通常是摘要 你也可以锁定title 但是你锁定title的话 title几乎就只有30个字以内 你只锁定title你范围又太小 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学生们是选择 摘要的这一个范围去做搜寻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学生 他用了attention注意力 年龄还有意识 因为他很想知道 这个年龄上面 注意力跟意识之间的发展怎么样 所以他下了这三个关键字 而且用and就可以了 然后他都在摘要里面做搜寻 我右边画了一个图 今天呢 你如果搜寻摘要的话 我觉得是最适中的 因为摘要绝对是一个研究者 他要让读者看到的关键 所以如果他这个关键里面 他的摘要里面有注意力 有这个关键字 那他他整个文章的的目标或是主题一定涵盖了attention 注意力 那如果是title的话 你看我这个栏 圈圈title就是太小了 然后如果你是你这里都不设定的话 你就搜寻所有栏位的话 又太过耗太过那个耗费时间 好然后左下角你也会看到哦 今天你要不要只有全文线上全文的才勾起来 你勾起来的话 等一下没有线上全文的他就不会给你 那通常同才评鉴这个一定都差不多都有啦 所以这个勾不勾还比较OK 好那我会建议大家不要勾 因为即使我们在系统内找不到线上全文 你光是看到摘要 他对你的文章写作就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了 那我会告诉我的学生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你不可以去写一些你真的没有看到的那个二手资料 因为你不晓得别人引用的时候 引用的角度是不是对的 但是你一旦看得到摘要 如果这一篇引用并不是你很核心很关键的内容 你其实看到摘要就已经是蛮好的一个 几乎是first hand 几乎是第一手了 因为摘要绝对是作者本人写的 作者本人在摘要的一个强调结果 基本上不会偏离他的真正的内容才对 所以即使只看到摘要 甚至呢 同学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你可能引用了80篇 这80篇里面很可能有40篇 你把摘要看得很了解 你把它引用上去 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错误 另外40篇因为跟你的研究非常相关 你要仔细的看内文 好OK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有时候你找到了摘要 找到了title 是你要的 你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全文 那就不在这边解释 好再来 你要不要设定日期范围 一开始我会建议你的第一步要 好 那我刚刚提到过 你现在的文章 你有没有回顾到比较心境的研究 这个完全有关于别人在判断你的文章的品质 就像我们在互相审查 大家的果科会计划 老师们的果科会计划等等的 其实第一眼也很容易去看 你这个计划有没有回顾一下近两年近三年的文章呢 所以你这边一定要勾一下 你一开始先从五年十年来看 先不要开放所有时段 你开放所有时段 那个1978年的都出来了 你会很难去筛选 好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示范呢 好 这个是那个我们的专业的系统可以做的事情 好 我放了三个关键字哦 我还可以选说我锁定哪些范围做search哦 那Google Scholar会发生什么事 Google Scholar他一样空格就是他的end的布林逻辑嘛 好 所以我放了attention agent 还有consciousness 我都有空格 我这样按下去的时候会非常的可怕 他会有一百五十万笔的资料 我想你按了enter之后 你可能就去喝咖啡了 因为你可能头痛了 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看 好啦 那他有没有那个进阶搜寻呢 我找了找找了找 哎呦 他有一个advanced search 有进阶搜寻 我们在看他的进阶搜寻的时候 刚刚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跑掉 就是where my words occur 就是我的关键字要发生在哪里 他只有两个选项 anywhere in the article 这不是全文吗 还有另外一个in the title of the article 他太过极端了 他要嘛就是只有title 要嘛就是他空篇文章 我当然不确定他以后付费的话 有没有其他的那个可以选择 但是基本上现在是很不适用的 所以用google scholar会发生这种事情 google scholar什么时候用呢 就是在你已经有非常特定的 对象要找啊 或者是title有了 你要找啊 好 好 ok 好 那我的学生就这么做了 他把attention放在ab ab是什么 ab就是abstrate 就是摘要 所以他attention放在ab里面 aging年龄也放在老年 也放在ab里面 摘要里面 consciousness也放在摘要里面 哎 不多哦 不多 因为他也勾了五年嘛 不多 但是这两篇绝对是他很高相关的两篇 所以他从这边出发好不好 很好 因为2021年的文章嘛 那相关的他当然也会引用 好 那我们看一下他找到的两篇 如果我刚刚不是设定 学生不是设定五年内 学生是设定所有时段的话 也不会太夸张 是22篇 所以有时间的话 你也应该把这22篇简单的浏览过去 好 那线上的一个系统还有一个好处 线上的系统是你已经在浏览器上面了 这个浏览器呢 他是可以直接给你勾翻译功能的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我们先检查一件事情 刚刚说attention在摘要 对不对 这个关键字 aging在摘要 consciousness在摘要 我们就看第一篇好了 这一篇文章呢 attention就在他摘要里面 aging他有去比较这个年长者 然后呢 consciousness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当然是他程式没有错啦 我只是帮大家鸡婆做一下 你的搜寻跟你的结果 就是非常契合的 好啦 那我刚刚说了嘛 你一下子22篇对不对 你22篇要很快的去筛选 你想要看的东西 那这时候因为线上系统 就是直接在我们的 Chrome 直接在我们的那个浏览器上 那浏览器现在都已经 他也挂AI了 都有 还OK的翻译功能 现在的翻译功能 的确是还OK了 以前五年前 我们不太敢叫学生用 这种线上的翻译 现在已经可以了 你看右边 他的那个翻译 就是刚刚这一个摘要翻过来的 还可以 那像这一篇的内容 就是他在讲年长者呢 比较不会分心 这个是一个事实了 年长者他会比较报告说 他比较不会分心 比起谁呢 比起在座年轻的小伙子们 那就会去想说 是年长者 他本身已经不太会监控 自己的注意力 所以才说自己不会分心吗 是这么令人遗憾的一个 可能的原因吗 那这个研究告诉我们 不是 就是不管是年轻组 还是年长组呢 我们真的去做实验 有一些客观的 认知功能的实验 跟他自己主观的报告说 我现在有没有分心 有没有分心 不管是年轻人 还是年长者 这个相关性都还是很在的 并不是因为这些年长者 他连监控自己的attention 都没有办法做 我稍微带一下 这个研究的意义 好 但是我也要让大家知道 你在快速搜寻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很快速的 就知道这一篇 到底是不是你要的 好 那不灵逻辑里面 当然要记得or 好 OK 那当我们放这关键字 然后用or的时候 他当然就是打开了嘛 对不对 or就是整个就是 我不是要aging跟consciousness 我只要有aging or consciousness就好 你就会看到变成七千多版 七千多篇的文章 好 OK 好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什么时候我们用title搜寻就好了呢 就是已经很夯很夯的当前议题 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呢 他喜欢用VR的game 他想要知道VR这个环境 跟人类注意力的关系 好啦那他一开始不要太野心太大嘛 他先放个title好了 因为他一定要做VR 他的他的好奇就是在VR 所以他title TI就是title 他title放一定要有 Virtual Reality 然后他用and就好 and呢 摘要里面 摘要里面有attention 好 这时候他就65比 他就跟我说 老师这太多了 65比 我就说因为很热门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都title 好 来 他就都title 也就是说呢 VR要在title出现这个字 然后attention也要在title这个字出现 还不错 9篇 那这9篇呢 过去10年 那就是他应该要精读的文章 我想如果你的这个系统 就是给你10篇以内了 我想你就不会慌张 你就会读到一个方向是正确的 你跟老师讨论的时候 也都会很聚焦 好 那因为他都是热门的了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设定在title的搜寻 好啦 那你有文章了 在手上了 你那9篇到时候大概都会用的 都会放在你的文章里面 那大家在学心理学实验法的时候 都会嫌老师们很啰嗦 一天到晚提醒大家APA格式 这是没有办法的 一个APA格式不符合的文章 你在第一关 大家就会给你很负面的评价 这个你的那个敲门砖就没有 所以不管你在引用 还是你在内文里面的任何书写方式 你都要符合APA格式 好啦 那你现在手边有了9篇 VR跟Attention相关的文章 你这9篇到时候都会用 你就可以直接在你刚刚已经搜寻到的画面里面 直接按它的旁边就有一个 引用的那个逗逗的那个标记 那你按了引用之后 你就直接call下来 你这种少一个点 少一个空格 都会被老师抓出来的东西 你就再也不用烦恼了 你就把它贴在你的word档里面 reference里面 所以好的系统 帮你把这件事情做完 这件事情Google做得到做不到 Google做得到 但是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少量的错误 好 再来 然后你必须要跟你的团队讨论 你的老师 那你要在那边自己贴来贴去的吗 那不方便 所以你可以找到 太好了 老师我找到一个很棒的meta research 刚刚讲过meta research 你就寄给我吧 这个学生就寄给我 或者呢 我跟学生是有一个共同的 Google drive的云端的 不管你用Google drive 还是用One drive 一个是Microsoft 一个是Google的 或者是你直接建立连结 都可以 我相信现在很多老师们 不管上课也好 或者是在管理实验室也好 都是云端 所以这个系统就会让你 还有你的老师 减轻很多的负担 好 然后你在Google的时候会迷路 你只要不小心视窗关了 开太多 关错了 你刚刚的20分钟的search 可能就迷路了 我相信大家都有遇过这种状况 所以大家在使用系统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在左手边 像这件事情 你可以看你的检索历程 你可以看你已经检释过的文章 所以你就不会迷路 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你不会白费力气 甚至因为你有login 你如果在系统里面有注册了 你有login 你这个东西三年五年 应该做个研究 不要那么久 你们太辛苦了 你的整个研究历程 你都可以退回去看 你曾经找到的paper 好 OK 我有没有超过时间 有 不好意思 我停留在 我觉得各位辛苦的 做研究的同学 最重要的一个画面 请各位孤孤单单的 在写作的时候 把这个漏斗放在旁边 你就可以有耐心 知道自己现在正在写man body 知道自己现在漏斗最宽的地方 慢慢的收敛 然后也不要忘记 累的半死 你的data都出来了 你下面的漏斗 也要慢慢的展开 然后去呼应 你上面漏斗 所提到的研究 所提到的理论 好 然后左边这三种article 都是很重要的参考的对象 而你自己的研究 就是第二个 大家不要忘记菲薄 研究生们 常常在做研究的时候 都会一直问老师 老师我这个研究 有任何意义吗 我们每一个研究 都是去问一个小问题 没有错 那这个小问题 你发表之后 未来有机会会在下面跟上面 一起被整合起来 然后有一个更大的力量 所以各位同学都一定是一个 小小的螺丝钉 然后做研究的时候很孤单 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讨论 还有同才之间要彼此的支持 我把大家的QA的时间给用掉了 所以请问主持人 是不是 没关系 我们还是可以稍等一下下 看有没有同学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那因为老师今天分享也 内容也非常丰富 从一开始挑选主题 到最后这个搜寻研究内容 甚至到最后一个 Citation的一个小提醒 所以希望各位 今天来参与这个讲座的 不论是老师 或者是同学 都能够有所收获 那老师他也非常大方 他也愿意把这个 他今天的一个教学内容的 一个投影片 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会在会后 然后用email的方式 寄送给有报名的各位 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头 有一个问卷调查 那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 一起帮我们做一个填写 这样 那我们再稍待个几分钟 可能 好啊 那我可以再插嘴一下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 我的右上角放了一个圆圈圈 如果你的东西 你写的辛辛苦的东西 要被看到的话 就是科学上有研究 大家大概都只看你的title 所以各位的title 一定要把自己的研究的关键字 研究的变相 好好的写在title上面 然后你的摘要 是第二部会被看到的 所以你全文写完之后 摘要是最重要的地方 那真正会进去看你的pepper的人 已经是少数了 所以用右边的圆圈圈 来提醒大家 目前还是没有其他的提问 那也辛苦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 那还是我们今天就 我们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 这样子 那如果同学有任何问题 可以跟我们联络 那欢迎大家可以在Facebook上面搜寻 Apps Go Taiwan 或者是在Line上面搜寻 Apps Go Taiwan都可以 这样子 OK 那就谢谢老师 老师今天的分享非常精彩 等一下 好像有一个QA 没有 谢谢老师 谢谢主板 张同学还是张同事 谢谢 对 好 谢谢老师你们 请不吝点赞